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您看到的祭祀仪式是浙江省文城县特有的民俗活动叫太公祭 不过您可别以为当地人祭祀的是江子牙 在文城县被奉为太公的人不姓江 他姓刘 那么这位刘姓的太公他究竟是谁呢 当地人说了刘太公是当地走出来的一位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人 据说文城县有很多奇怪的地名都跟这个刘太公有关 比如在文城县西部的同龄山有一个十二城 这个名字的由来就跟这个刘太公有点关系 那么这个十二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它跟这个刘太公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城县隶属于我国浙江省温州市 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新设的县级行政区 在当地人们每年都要在春秋两季举行太公祭活动 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五百余年 为何这位刘太公在当地备受尊崇呢 他与当地的地名变迁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摄制组决定到南田镇了解情况 车窗外风乱叠障山路崎岖 向导介绍文城县位于浙南山区 环境相对闭塞 让这里在历史上一度成为了 不被外人所了解的偏僻之地 为什么在如此偏僻的山区 会有着隆重的近似活动呢 他们崇拜的刘太公又是谁呢 文城县南田镇在历史上也算是赫赫有名 曾被古人认作是道教的伏地 明明是偏僻小镇 怎么就成了伏地呢 来 咱们来看看南田所处的地理环境 您看 南田所在的文城县属于浙南山区 山高林密是这里的基本地理形态 可就在这片山市临巡的地区 南田这个地方却是一马平川 如同一片天赐暴地 南田的田字也说明这个地方是 平愁卧野可以大面积的种粮食 在六百多年前的原末明初 这里走出了一个名人叫刘太公 后人对于他的历史功绩 有着不逊于江太公的评价 南田镇的太公祭 基本遵从明朝的祭祀规矩 堪称中国古代祭祀文化的鲜活样本 民俗活动接近尾声 村民们热情地邀请设置组 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传统风味小吃 当地百姓从刘基所撰写的 《多能笔试》以及民间流传中 选取一些有纪念意义的菜肴 结合文成县当地的传统风味小吃 共同组成了太公祭最重要的一道宴席 每逢太公祭 祭祀的所有人都可以分享 这份美味感念太公的恩泽 原来刘太公名叫刘基 刘基是谁呢 他就是原末名出的军事家 政治家文学家刘伯温 这个伯温是他的字 姓名就叫刘基 一说刘伯温 他的历史功绩不用我细说了吧 他年近五旬 才从家乡南田出山 帮助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之后呢 刘伯温更是帮助朱元璋制定了 一系列稳定发展的措施 这些措施呢 为明朝初年啊 恢复经济和国力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三孙天下诸葛亮 一统天下刘伯温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 百姓们认为这个刘伯温啊 比诸葛亮能耐还大 那么所谓的十二城跟刘伯温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文城县城以西 23.5千米的地方 有一座铜陵山 它虽因山中形似铜陵的巨崖而得名 却一道深谷而被世人称秦 峡谷最宽处有百余米 峡窄处仅有四五米 两旁都是茂密的阔叶林 众多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 在铜陵山有许多景观都应水命名 如鳄鱼潭 龙潭 钻山牛和虎口二铺 这些奇景中最为世人称到的就是十二城 十二城是自然天城的十二个深潭 据说深不可测 那么为何当地人称这些水潭为城呢 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城啊是一种粗陶器皿 就和我手上的这个酒坛差不多 在当地方言里啊 这个酒坛和酒城呢是有分别的 酒坛呢要稍微小一点 酒城呢要相对大一点 但是它们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度大口小既能够酿酒又能够盛酒 酒坛呢或是酒城设计成这样呢 那都是有讲究的 首先啊它口小 酿酒的时候方便用黄泥啊给它密封住 度大就成得多 你像这个坛子就能够装进去几十斤酒 口小度大还不容易让这个酒洒出来 方便运输 那么这深山之中的十二个水坛 为什么要叫十二城呢 它跟九城有什么关系吗 设置组邀请地质学专家 一同前往铜铃山展开考察 峡谷内茂林修竹 古墓参天 随着队伍的行进 水声由潺潺作响 最终化作了耳畔的轰鸣 不多时 一道瀑布拦住了前行的道路 崖壁之上 一道水流奔涌而下 向导说 这就是十二城了 同龄山地处亚热带海洋 季风气候区 暖湿气流遇到群山层层阻挡 最终化作了山中充沛的降雨 降雨使得山西暴涨 淹没山道 此刻 考察队员虽与十二城近在咫尺 却因为前方有深潭阻隔 不能近距离观察 考察队向村民借来一条船 决定通过水路前往十二城 但是向导却有些担心 十二城水潭较深 此时正值水量较大的时期 潭中多有漩涡 很容易发生危险 在乘船前进途中 考察队小心观察着水面上 细微的变化 以防危险袭来 考察队有惊无险 顺利抵达十二城 站在谷底仰望 上方还有好几级 蜿蜒迂回 大小不一的瀑布 水流冲击下风的水潭 轰鸣的水声响彻山谷 专家仔细考察发现 这些水潭都呈现出口小度大 底部平整的形状 恰似一个个酿酒的九成 当地传说 刘伯温曾在佟陵山隐居 一次 他在山顶饮酒作乐 大醉失态 将九成从山上踢下 十二个九成 从山顶滚落山间 化作十二城 神话传说 当然不足为信 那么 铜陵山中的水潭 为何会呈现 如此奇特的九成形状呢 文成的瀑布 以高险旗而著称 有队员推测 像十二城下方 这种形似九成的深潭 在文成县的瀑布群里 是不是一种 因为高山水脊 水流冲击力 大而形成的 普遍现象呢 专家说 要验证这个推测 得找一个 最有代表性的瀑布 去考察 在文成县 最有代表性的瀑布 当处 铜陵山以东 约十六千米的 百丈记了 它号称是 中国单体落差 最高的瀑布 那么在 百丈记之下 考察队 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百丈记 地处文成县 西北部的 百丈记镇 近临大学镇 向导介绍 记在当地方言中 是瀑布的意思 队员了解到 百丈记 共有三折 俗称 头记 二记 三记 其头记瀑布落差 达207米左右 三级瀑布 何记高度 将近300米 队员发现 二记下 有一深潭 当地人称之为 龙潭 经过队员反复观察 发现龙潭 只是一个 普通的深水潭 并不像十二成那样 是九潭形状 这似乎说明 像十二成这样 拥有九潭形状 形态特殊的深潭 是比较罕见的 一种景观 百丈记的考察 让队员们意识到 十二成 类似九成的形状 并非只是 瀑布高水流级 这么简单 这让我突然间 想到之前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黑龙江省 宁安市的 吊水流瀑布 这个瀑布的 岩壁也就像是 圆规画出来的一样 那这个落差 有十五米 宽幅达三百米的 圆形瀑布 究竟是 怎么形成的呢 在黑龙江省 宁安市 静泊湖景区的 北端 有一处瀑布 当地人称作 吊水楼瀑布 或静泊湖瀑布 静泊湖水 从三面 飞泻而下 掏声雷动 声纹树里 位为壮观 吊水楼瀑布落差 高达十五米 宽约三百米 最为神奇的是 瀑布下面 有一身潭 名为黑龙潭 呈规整的圆形 与我国西南的 诸多天坑 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 黑龙潭 是否也是 岩龙作用形成的 特殊 卡斯特地貌呢 考察队赶往 吊水楼瀑布 发现此时岸边 人山人海 人们似乎在 等待着什么 原来 在瀑布近二十米的崖壁上 此刻 正有当地的悬崖跳水爱好者 表演跳水 几分钟后 他出现在了水面上 这水下多少米啊 我跳水那个地方 我下十米的那个 三十多米 中间二十多米 剩下边都是 都是四十多米 队员经过勘察 发现瀑布峭壁的岩层 并不是形成天坑的石灰岩 而是火山岩 专家表示 这说明 圆环形瀑布的形成 与火山活动 有着密切的关系 笔指专家表示 距今四千七百年 至八千三百年前 这一带发生了 如此强烈的火山活动 熔岩冷却后 像一座巨坝 把上游牡丹江水 高高拦起 形成了熔岩艳色湖 静泼湖 而江水 从火山岩的 断缝裂系冲出 形成掉水楼瀑布 又经过千万年的 流水磨石和打造以后 最终形成了 圆环形的瀑布 实际上专家想用 吊水楼瀑布的形成 说明流水的作用 是形成圆形水潭的 主要力量 比如在贵州安顺 有一个悬塘 从空中俯瞰 悬塘近似一个 直径一百米左右的圆形 最为奇特的是 这个塘里的水 不分白天黑夜 一直旋转 那么悬塘能够形成 近乎圆形的形状 与塘中的水 有什么关系呢 在安顺市以南 约十六千米的地方 有一处水塘 十分奇特 它的形状近乎圆形 石塘中的水 常年以顺时针方向 缓慢转动 永不止息 队员发现 附近有一条河流 以几十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和一定的流速 沿水塘切线方向 流入塘中 推动池水 不断旋转 不过 专家指出 促使塘水持续旋转的原因 这只是其中之一 他建议队员 将倒骨壳 抛洒入水中 看他随水流 去往河方 借此判断 悬塘水底的情况 两天之后 队员在悬塘西南方向的一条河流中 发现了之前 抛洒的倒骨壳 事实证明 悬塘水底 与这几处河流 都有连通 当水流急速涌向塘底的出水口时 就会在水面 形成漩涡 而悬塘水流不停旋转 持续侵蚀塘边 最终将塘岸塑造成了 近乎圆形的形状 这么看来 这个悬塘的形成与水流旋转有关 我们再来看看十二层 假设这里的水也常年的旋转 那么形成圆形的坛口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口小度大的这个形状 以及平坛的坛底又怎么解释呢 这时有队员提出 这类似九城的水潭 与湖穴地貌十分相似 何为湖穴 简单说 就是像茶壶一样的坑穴 这湖穴往往分布在瀑布的陡崖下方 以及坡度较陡的吉滩上 尤其是那种一整块岩石的河岸上 经常会形成许多凹坑 那形状就跟茶壶一样 圆形这个底面的平坛 那么十二城是不是湖穴呢 有一个地方过去能够解开我们的疑惑 重庆江津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 在江津区李氏镇龙吟村境内 有一条神奇的河流 当地百姓都称之为孔木河 眼前的这条百米长的河谷 真的像被什么动物啃食过一样 千疮百孔 只见河岸岩石上布满孔洞 洞壁十分圆润 就像是被人工打磨出来的 专家介绍 所谓被远古巨兽啃食过的河谷 实际上是典型的湖穴地貌 孔木河谷中这样数量密集 且呈立体状分布的湖穴地貌 十分罕见 就说其他湖穴我们都看了很多 有各式类似的 总看见它是一个平面的 从往下看多少平面 从这里的湖穴的最大的3D湖穴 最大的特征 就像我们重新的3D城市一样 它是个立体的 为什么这一带会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立体式湖穴呢 队员乘上一艘小艇到水面上观察 发现此处的岩石有些与众不同 看得出来 这就是杂杀石 或者杀石杂杀石类似的 都是水沉浸液嘛 你看这些都 其实都是泥沙里所磨损出现的痕迹 专家解释 杂杀石可塑性很强 极易受流水充实 下面有一个很大的石 我们通常把这条石的 冲回最终的年纪 这个石的路重很大 病员发现 几乎每个湖穴底部 都有大大小小的石头 专家说 它们就是形成湖穴的主要成因 你看这些石头 看到没有 就洪水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在里面打算 像这样子 看到没有 洪水来的时候 它这边转转转转转转转石头 然后最后就转穿了嘛 看这 专家解释 孔雾河所处地区丰沛的降雨 增加了河水的水量和流速 河水中也由此出现强烈的漩涡 无流中携带的粒石 在流水带动下打磨掏石和床 形成坑穴 随着旋转磨石的持续 这些坑穴最终形成了 如同茶壶一样的形状 专家判断 孔木和湖穴群所处的位置 原本是一处巨大裂隙 奔涌的洪水 在此形成众多湖穴 湖穴越变越大 越切越深 最后彼此贯通 形成今天的立体式湖穴 虽然孔木河的湖穴形态上 和十二成十分相像 但其单个湖穴的大小 却比十二成小了很多 而且孔木河的湖穴 彼此贯通 十二成都是独立的水潭 可见两者形成的条件 有着巨大的差别 在湖穴的形成过程当中 强大的水流被水流带动的砂石 以及常年的打磨 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湖穴往往不会很大 最小的也就一只茶壶的大小 最大的也没超过一个水缸的个头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十二成下面的深潭大小 都快赶上游泳池了 这么大面积的水潭 还会是湖穴吗 这种罕见的地貌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伯温悬崖峭壁使人惊 百湖长空抛水惊的诗句 似乎同样适用于十二成 在山高水级的同龄山地区 同样有高耸的悬崖瀑布 飞流直下 专家认为流水与山石的碰撞 往往能产生令人称奇的地貌景观 那么当地的流水与山石 是怎样作用 从而形成了十二处九成形的深潭呢 可以看到那小黑点吗 很多的小黑点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叫刘文质的宁灰岩 它是一种火山岩 这个你看这里边就非常有密集的这个接力 这是练习一样的 刘文质宁灰岩是一种由火山灰堆积的岩石 通过随后的考察 专家发现 整个同龄山是由一块较为完整的宁灰岩所形成 在水流的长漆冲刷下岩石被掏石出坑洞 就形成了今天犹如九成的峻米大湖穴 这在中国的湖穴景观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这种罕见的湖穴 为何会在同龄山出现呢 队员发现 同龄山的宁灰岩相对于重庆孔木河边的杂沙岩 质地更为致密 因此水流只对较少的岩性薄落处集中滔石 年深日久 这些孔洞越来越大 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湖穴 同时较大的降雨量 也是形成大型湖穴的另一重要原因 同龄山地处浙南山区 降水极为丰沛 而专家查阅资料后推断 大型湖穴形成之初 同龄山一带的降雨量是现在的10倍 这些都为当地形成巨大湖穴提供了有利条件 使得十二城的湖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 在文成县一带 有许多民间传说都把太公刘伯温和十二城百丈纪联系在一起了 而实际上文成县的这个县名则与刘伯温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实在二十世纪以前还没有文成这个地名 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这里才最终被定名为文成县 那么这个新地名又是怎么来的呢 1946年 当时的政府批准设立文成县 但是为新县城取什么名字 人们却莫衷一世 最后绝大多数人同意 选择县域内的历史名人作为新县命名的依据 刘基的嗜好是文成 最后这个新成立的县级行政区就命名为文成县 在文成县流传着许多关于刘伯温的故事 这种被称为刘伯温传说的口头文学 早在2008年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太宫级也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成这片灵山秀水之地不仅孕育了矿石器材刘伯温 更因此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民俗传统 而以太宫级为代表的刘基固立文化 也成为了这个浙南新城最闪耀的文化坐标 在文成县与刘伯温相关的民间传说 为这里的自然山水注入了文化的灵魂 至今仍被研习的传统与自然天成的奇觉景观 巧妙地融为议题成为这片土地最靓丽的名片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